台湾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大多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不过目前菲律宾近海 有低压系统往西移动 为台湾带来水气 部分地区将会降雨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带一些水气到台湾附近 因此在17日跟18日这两天 在东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 一整天都会有些不定时的 暖暖阵雨或雷雨 那其他的话就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都是以这个多予到前天气为主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 将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发生 另外温度方面普遍在35度以下 北部地区更可能出现 36度以上高温 本期的一个天气的温度 都是来到32到35度之间 那特别留意就是在北部地区 是由于这个东南风的一个 成价效应 因此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 那因此外温度活动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防晒防中暑并弄不出水分 还是要提醒民众 无论是在户外工作 还是准备外出游玩 切记要留意自身状况 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原是7月25日台北市采访报道